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片頭 那麼歡迎回來到我們1.20速器生存喔 今天的話呢 應該啦 我覺得應該是第68集或者是第69集喔 沒有錯 好啦我剛剛去看了一下喔 是第68集喔 然後我一上線的話呢 我就發現到後面這邊有個箱子 等一下這個箱子是怎樣啊 這個又是誰在我家塞這種東西啊 來看一下 哎呦 好多蛋喔 剛剛終界有一本書耶 這是什麼 滑冰殘對決勝負把擺作者冠冠 喔這是冠冠來的贊貼是不是 哇 大家好喔 幾個月前就有跟我說這件事情了 今天終於要來跟我決鬥了是不是 PVP大師片頭你好 好的 小弟名 小弟姓冠 名冠浩呆 原來還有這種 原來他 他號稱自己是呆喔 為什麼啊 然後很高興認識你 好我也很高興 蛤 什麼叫你想我的屁股 聽起來怪怪的 請搜上我精緻的船 OKOK 因為我漫游下半輩子人生 然後等下這個怎麼一百頁啊 天啊 不知道你是怎麼原因 好沒有問題 沒有我不會拒絕你啊 沒有我一定會跟你打架的 OK嗎 下半輩子那就算了好不好 答應你的PK 當然沒有問題 是的是的是的 我們來做決鬥就是 就是 好應該是滑冰比賽 但是為什麼 欸這什麼 不用翻到最後一頁 好但我偏要翻到最後一頁好不好 欸這裡還有可能在下面 蛤還有什麼 喔也可能在中間 等一下啦 乖乖是怎樣 87月紀念一下 好87月紀念一下 然後我愛你 呃 好我也愛你 再往前翻一頁吧 後面沒東西 這是第99頁了欸 這 我我 好 反正總的來說就是 罐罐發贊貼給我的是不是 看來各位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我們的對決啊 這個戰鬥我是接受的好不好 想睡啊 我不給你睡 好好好 我不睡我不睡 好啦 那麼我們上一集幹了什麼事情呢 沒錯上一集的話呢就是 小幫手公開說話 然後我們還一起打中間龍嘛對不對 沒錯 呵呵 那麼 今天的話呢 我想要來蓋一個特別的東西喔 但是相信你們看到封面圖 應該知道我要蓋什麼東西了吧 沒錯不知道大家曉不曉得 這個最近有一隻恐龍 在網路上非常的紅 呵呵 應該都知道吧 我這裡就貼一個小小的片段在這裡喔 沒錯大家應該都知道這隻龍是誰吧 那麼今天呢我就想說吸血來潮 我想把這隻龍蓋出來喔 沒錯喔 但是不是蓋地圖會啊 是蓋一整張出來啊 就是差不多蓋在某個地方 然後可以直接看到他整個 整個身體之類的吧 感覺一定超酷的喔 其他人來我家一定會想 這個東西就是三小啊 那麼我也事先弄好了這個設計喔 那我發現我們最缺的東西 就是羊毛喔 沒錯 但是呢我們又沒蓋羊毛機 所以的話我們又要去到一位老朋友的家了喔 所以來走走走走走 我們先過去一趟阿 沒錯 那麼沒錯 既然你都把影片看到這裡的 記得幫我點個讚喔 看我們今天可不可以突破 1500個喜歡吧 沒錯 那麼走這條路的話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們要去哪裡囉 這是阿洛加喔 因為阿洛加的話 有那個羊毛機阿 所以我們直接跟他拿一下他的羊毛就可以了 那我這次主要會需要用到的羊毛是 呃 黑色羊毛跟灰色羊毛 所以的話 來來來 阿洛加應該蠻多的啦 我們直接過去拿一下就OK了 相信我們洛哥一定也不介意對不對 就在這個超級無敵 醜的羊上面 好啦我們先 哎呀 直接進來拿一下這個羊毛吧 應該蠻多的喔 喔超多的超多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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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話就超方便的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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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有了這些應該就夠了吧 大不了我再多拿 多拿一盒嗎 我自己是有帶個空的戒符合過來啦 來來來來 我們這邊再拿一點黑色羊毛 到時候 呃 如果沒用到我們再回來還他嘛 OK嗎 我們不能拿走別人的所有材料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的話就是剩下一些 呃 雜細雜八的材料囉 那我這些也事先準備好了 就在這一格 欸不對 喔這一格 沒錯 那這些材料的話也非常好收集啊 呵呵 這個 這些陶圖就稍微染色一下 然後這個挖個礦 然後這個我們 本來就有很多黃金了 所以的話 這些都是一些小材料 這個這些材料的話就是那個 恐龍的眼睛喔 沒錯 他應該叫恐龍嗎 他應該叫飛龍吧 好啦不管喔 那麼既然材料都準備好了 我們就先來想個預定地吧 那麼我自己是覺得齁 我想要把他蓋在這個地方 因為如果把他蓋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一走出家門來就可以看到他了 呵呵呵呵 我跟你們說不誇張 這個東西真的是現在在我腦袋裡面印象深刻 他連那個音樂都背得起來 但是 啊這個音樂好像不能播啊 好像會有版權問題喔 不過沒關係 所以的話 應該是大概會蓋在 這個地方吧 從這個地方開始往上蓋 哇 一定超級有機壯觀的 沒錯 那我們就 開始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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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 我們完成了 哈哈哈 是不是超級無敵相的 我的天啊 這個根本百分之百還原吧 然後剛剛那個 這個 呃 replay mode的檔 這邊中間有缺一塊喔 不過問題不大 後面我把它補上了 我也是後面才發現到的喔 那麼大家想像一下 你們從家裡一出門 就可以看到這麼大隻的一個東西在你家面前 呵呵呵 你是不是會感到非常的開心啊 我是覺得蠻可愛的啊 他超級超級超級DQ的好不好 然後 他的下面的話是被這個東西擋著的嘛 不過我覺得也沒關係喔 因為他下面其實也沒什麼東西啊 因為下面的話 就只是長這個樣子而已喔 對 呵呵 比較可愛的部分就是 我們一出門就可以看到他了啦 對沒錯 那我本來預計是想要把它蓋在這個地方啦 就是他的頭會露出來這麼一點點 但是我想說的話 欸到 就直接把它蓋在我們家門前好了 呵呵呵 這樣也是不錯的嘛對不對 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現在身上其實還有一些 雜機雜霸的材料喔 這些材料的話 我們就 全部都通通拿回去還給阿洛巴 沒錯 那我記得應該還有這東西在這裡喔 欸應該是這兩盒是不是 沒錯沒錯 我們把這兩盒給帶走喔 我們借東西總是要還的嘛對不對 做個有借有還的人 才再借不難啊對不對 所以的話先稍微來看一下那個 我還剩多少材料喔 全部都通通還給阿洛阿好不好 來來來 這些全部都放進去 呃 剩這兩盒是不是 好啦不過沒關係 呃 我們帶點回禮過去好了 OK嗎 我這樣什麼比較好回禮阿 反正那麼多綠寶石磚 給他一些綠寶石磚阿 OK嗎 來來來 帶一個 木桶跟一個告示牌喔 OK 這樣應該沒什麼問題啦 來來來把這兩個帶走 接著呢就是去阿洛家 然後最近的話聽說大家好像也放暑假了 是不是 唉唷 然後好像有些人在考試是不是 然後那些在考試的人阿 就加油好不好 然後再放那個暑假 啊不對不是暑假是寒假 那個再放寒假的各位就 開開心心的休息好幾天喔 因為我記得好像只放三個禮拜嗎 還是多久啊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喔 反正就是 該出去玩就出去玩啦 好不好 來我們居然都已經到阿洛家了 我們先把這個東西給他 直接堵在他家門口 OK 來我們來留個言喔 OK有了 好跟你偷了一些羊毛這些給你 擺黃色椅子 雖然說我放黃色椅子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喔 不過沒關係阿 這個阿洛知道就OK了好不好 欸我先想一下這個要怎麼放好了 讓我想一下一下喔 這個樣子擺 然後中間再四顆 然後再送一些煙火好了 好就這個樣子好了 那麼沒錯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來 去把我們的羊毛給還回去 然後我好像有偷幹走一些芥芙了吧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芥芙這麼多 阿洛應該不會介意才對 好啦 可以 然後剩下這些 這是多的材料 怎麼會多一點點材料啊 不是應該是剛剛好的嗎 好啦 這些材料的話 岩漿應該蠻喜歡的啦 好不好 我們就送給岩漿了 OK 沒錯沒錯沒錯 一出門看到這個真的是超酷的 而且還開著光影 沒錯 那我不曉得大家喜不喜歡這個小東西喔 那我自己是蠻喜歡的啦 開光影也超級不級可愛的 雖然說剛剛replay的畫面已經有光影了 沒錯 對了那順便說一下喔 我的第三天的Vlog 也出了 沒錯 那麼我的Vlog的話 好像就只剩下最後一天了吧 沒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最後一天去台中 啊不對是最後一天去台北做了一些什麼事情喔 沒錯 超級無敵有趣 我們跟汪汪又去了好多好多的地方喔 沒錯 好啦 那麼我覺得應該也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要後面那隻孔人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讚 幫我點個分享 不妨再幫我點個訂閱 記得打開小鈴鐺 如果你想要收看影片最新通知的話呢 可以加入我的第一系選組 那我是片頭 好我們下集再見囉 各位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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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 好 再次歡迎